好 那麼還有個問題是他說 我們公司的電腦被駭客入侵了 已經好幾天沒有辦法打開了 裡面有很多客戶的信用卡的信息 還有一些醫療保險的資訊 他現在有點擔心 如果他的客戶的個人信息被外露以後 想到說他自己想說有沒有任何的保險 可以保護這種說自己公司的客戶的信息被盜走 被駭客偷走的風險 有這個保險嗎 有的 這個其實如果他自己 他剛剛講的這個是醫療訊息跟他的信用卡資料 那我不曉得他是診所還是醫院 還是說一個什麼醫美中心之類的 那像這種東西的話 他們公司如果有買這個商業保險的話呢 趕快把保單拿來看呢 他這個一般責任險裡面應該就有這一條 除非當初買的時候有特別把它拿掉 這個叫Data Breach跟這個Cyber Liability 也就是說電腦裡面的這所有的資訊 如果駭客進來要恐嚇你 就像之前不是有那個珠油管煉油管什麼嗎 拿了400多萬的這個駭客賠償 駭客去跟他勒索喔 那像這種東西呢 不管他有沒有要付這個勒索金 那他裡面已經有醫療資料是比較敏感的 因為醫療資料在加州保護的非常好 有這個HEPA的規定喔 你洩漏的話呢 有可能這個你的客戶的醫療資料出去 他自己有損失 名譽損失也好 或者是人家盜售他的信用卡有財務損失也好 又或者是你讓相關的這個政府機關知道 那你還有可能拿到罰單喔 因為我們聯邦政府跟加州政府 都對於這個醫療的機密跑出去這件事情 有很嚴重的罰單喔 所以他這相關的所有東西呢 保單裡面你去看 你有沒有這個Cyber Liability 或者是Data Breach的這一條 都應該可以Cover 就可以把這一條拿出來 把你的情況趕快報給保險公司喔 如果有任何人來告你 或政府機關來查你 然後要給你開罰單 或者是要上法院的 這個他的這個信用卡被盜刷 他的個資外洩 導致於他們預損失 他來告你的話呢 法院的糾紛 律師的費用 以及賠償的費用 你的保單裡面 都會有這一條 可以來幫你做辯護 請不要自己隨便亂花錢 找一些不專業的這個律師喔 因為有可能他們對於 這個駭客入侵這一條比較不熟悉 要找就找真正專業 就是熟悉這一個 這個駭客的這個律師 要不然呢就報給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每天在處理這個案件 他們比較有專業律師 可以及時給你幫助 反正費用這個 在你的保單裡面都會賠償的 你就讓保險公司來處理就好了 那如果沒有這一條 但你是醫療診所 像剛剛講的這個 擔心醫療資訊啊 擔心信用卡的這個問題 趕快通知你的保險經紀人 趕快幫你加上去 或者是標明出來給你 告訴你說 在哪裡有保險 那就讓他這個 知道遇到時候怎麼使用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你剛才說就是 如果有駭客入侵 還有專門處理這個駭客入侵的律師嗎 是的 這個商業律師很多種 商業律師其中的一種他算是 對他有的專門這個勞工法的 有的是一般責任險的 有的就是專精這種高科技 high tech的這個部分 所以如果你自己根本搞不清楚 因為我們可能很久很久才會遇到一次 或從來也都沒有遇過 那其實就交給保險公司 就給專業的這個保險公司的理陪員 他們去找專業的這個律師來做就好 自己不要越幫越忙 然後保險公司到時候還怪你說 本來很簡單解決的 那因為沒有處理好 或者是拖延了 把事情弄大那更麻煩 那你有保險的話就 既然花了保險費 就不要浪費這個這個保險 趕快讓保險公司幫你專業處理 我們有常常看到一些案例 他們都已經買了保險 可是他又不知道他有這個保險內容 結果自己去找律師 那反而干誤了事情 對對對 其實我也發現有很多朋友 尤其我們華人朋友 有時候你會發現說 他其實花了錢買了很多的保險 但是他其實到了關鍵時刻 他卻沒有用到 有些時候可能就是有一種誤解 覺得說保險我是不是買了以後 還有些支付額什麼的 我乾脆自己先把它解決了再說 其實有些時候 就是你解決不了的情況下 你先問你的保險經濟 可能真的是會比較好一點 好的 非常感謝我們的複達商業保險的保險規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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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